台中市警方在巡邏封發現了一名 盧姓男子心機可疑 想不到警方的上前來盤查 這名男子突然情緒失控 甚至從包包裡頭拿出一把力氣 還抵住自己的脖子 一度跟警方爆發激烈對峙 穿黑上衣的盧姓男子 持力氣抵住自己脖子 一旁制服和便衣員警 尾隨在後不斷安撫 但他情緒激動 竟然拔腿狂奔 園警追了五十公尺 一把抓住他的包包 三個人合力把人壓制在地上 但他不斷反抗 園警隨即利用辣椒水 將人制服奪走利器 尚靠保護管束 盧姓男子自稱被女友拋棄 心情不好才會做出脫序行為 不過警方一查案情不單純 事發就在台中市南區 平順街跟南昌街口 巡邏員警盤查四十五歲 如姓男子 他疑似怕通氣身份曝光 突然持力氣抵住自己 情緒激動 幸好園警及時把人制服 查出毒品通氣身份 還從他身上收出毒品 安非他命海洛因等 徵訊後移送遞檢偵辦 記者張一智許家師台中報道